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首大学环境优美加上最近开幕的异大世界 让不少学生跟游客必须要利用附近的道路前往 但是我们的公民记者却发现 前往异大的路不是那么好走 甚至还有点危险呢 路况部分是它那个车道比较狭小一点 然后它那个弯道也比较多 然后这样子而且它那个死角比较大 你这样子转弯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 其实还蛮危险这样子 就是竟然不要骑快啦 因为有时候会有转弯 而且有时候因为汽车跟摩托车中间没有分隔 所以说汽车跟摩托车在互相骑的时候就要小心了 不然有时候会差转弯的时候 对不对 现在有开一条新路啦 它是比较推荐骑新路 因为它新路就是新开的 然后路况比较好也比较大飘 弯道很少几乎都直了这样子 我比较推荐新路啦 公民记者透过镜头体检问题 接着我们的公民记者Kino要带大家到板桥 去看看他在巴德公园发现的缺失 夏日悠闲的傍晚 父母及家长总是会带着小朋友到公园来游玩 但只要一个不注意 随时都有可能暴露在危险之中 记者带来到台北线的板桥 巴德公园实际来检检公园内的危险问题 通过镜头可以发现公园里头的造型木椅 因为长期日晒雨淋造成木板松挫的情况 民众只要一不小心将有可能造成伤害 记者实际比较公园内的灯光 网球场内灯光充足明亮 在一旁的幼童游戏区 竟然只有一盏微弱的路灯 对于带小朋友来公园游玩的民众来说 相当危险 公园里的游乐设施 也因为年久失修出现了斑驳的情况 哎呦我们的海铁都裂掉了 你看那里 这边公园内侧太暗了 你知道小孩子他就 我们大人要从那边去运动 小孩子不愿意给他觉得 从那里太暗了 他们会害怕 会害怕他就不愿意走那边 我们不太鼓励说晚上带小孩子来公园 尤其太晚的时候 因为周边的灯光也是比较少 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跟他会干的话 是 大家来研究看是不是真的灯光不够了 希望相关单位在管理辖内公园的同时 能够加强富佑安全提供民众一个良好的有气空间 不鼓励孩子晚上到公园玩 所以灯光昏暗 不晓得家长们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很多人常说影像会说话 有画面就有真相 所以希望当您也发现周遭有需要改进的问题时 也能够发挥急功耗益的个性 透过公民报道来让更多人重视 而PayPal公民新闻平台就是您很好的管道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